我剛剛示範在背景圖去把它換成照片 其實一樣 做法一樣 當我存完我的一個向亮圖檔 這個向亮的翻頁圖之後呢 我要怎麼用它 我一樣就點一下這裡向亮 這裡向亮圖 然後呢 往下拉拉到剛剛我做的這個 這個點它 它是翻頁2嘛 因為我剛剛存了一個 港號名稱叫做翻頁2的向亮圖檔 我就點一下它按OK 其實這時候你就不用去在意剛剛到底是做直的或什麼的 沒關係 因為基本上我們這邊去調整成我們所想要的一個大小 我們可以拉到這樣子一個大小之後呢 我們剛剛數這麼大對不對 就是640×480 我剛剛做其實沒那麼大 不過大概圖形大概是類似那個樣子 那我就來到這裡所謂的屬性這裡 物件屬性設定點一下它 然後我發現有3個 1 2 3 那這時候請你點第3個 因為我們知道 我們要那個翻頁的嘛 我們現在翻頁要放什麼 剛剛我們放的是磁心顏色嘛對不對 我們現在其實要換什麼 就像剛剛 我就沒做解釋到 我可不可以換我的照片 當然可以啊 我點選材質這裡 等一下材質 然後點選這裡 載入材質 一下 載入材質 其實你不看 不看影像 你看這個材質就發現這個材質被翻了 基本上那個材質被翻了 那我現在我用所謂的材質 然後這裡 載入材質影像 點它 然後點它要做什麼 選擇我們要的照片 我們點選 檢視資料夾 然後呢 找到 你自己 想要把它換上去的那個照片的位置 照片檔案 我這邊 一樣我用這個 天空好了 按OK 那它一樣會出現所謂的 全版或者是局部嘛 一樣我們勾全版 好 按OK 那我就完成了一張 翻頁 這時候翻頁其實這樣子 還好 不怎麼 不是說不怎麼好看 它其實 已經一個感覺對不對 我其實如果這時候呢 我再加一個加外框 靠一個 層次外框好了 就簡單的一個層次外框加OK 這感覺就不一樣了 我就是在這個框框裡面翻起來了 那其實我也可以用不同的外框 我回到其他的遮罩外框好了 用 用這種有點 這樣子的感覺 這感覺又不一樣了 你說翻頁其實是我的變化的一種而已 那我可以利用這個變化再去配其他的不同的框 那我這張感覺就比較好 我覺得這個翻的都 太 刻意了 因為要示範 所以這個角度有點大 不用拉那麼 大 拉一腳腳起來就可以 不過這樣看起來就有立體感 這樣其實就有立體感 所以 大家可以玩一下 簡單的翻頁 套上外框 不管是一般的外框 或是層次外框 或是遮罩外框 其實都可以讓你的照片有不同的變化 對 謝謝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